商家都知道不能添加的亚钠 就是胶亚硫酸钠 会产生致癌物二氧化硫 但是中国大陆官媒提报 青海甘肃的不肖业者制作有毒枸杞 正值枸杞的产季 像是甘肃静远枸杞粘产量5万多顿 但是被职集 装载枸杞的货车开到偏远空地 进行特殊清洗 一开始还谎称是咸水 但是货车越来越多之后 工人直接拆封一大包胶亚硫酸钠 加入水里让枸杞洗出鲜艳的脉象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大绝招硫磺熏制 就是连雨连天连雨下雨就必须熏 不熏的你要是不整理的赖书上来 真的必须熏你熏你熏 因为下雨低温都会影响枸杞脉象 而这些不少商家 食用的工业硫磺熏制 有毒且含有大量的生 不能作为食品加工 一旦食用容易造成肾功能衰竭 多发现神经炎肝功能损害等问题 硫磺熏的那个货材红得好看 红得特别好看 硫磺熏的话它是不然冲泡的时间长 不容易冲泡 想冲都不冲的嘛 能来好玩 不管是泡了胶亚硫酸钠 还是熏过工业硫磺的枸杞 早已流入市面 有毒的枸杞曝光后 甘肃青海当地政府成立调查组 彻查加工过程 宣誓违法行为将依法严惩 TV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